老爷子的怪事 这是由木叶天仙分享的第四十四个因果故事 这个故事由一位莲友讲述 故事中的我指的是讲述人 今天要讲的是一位老爷爷的故事 不过这位老人家现在已经去世了 活了九十多岁 老爷子既信佛教也信道教 心地善良常常助人为乐 老爷子的针灸治病非常棒 他给人治病完全免费 有时候还用自己的退休金替人买药 平时谁家有难处找他 他都是义不容辞 碰到乞丐要钱 那就更不用说了 遇见就给 我曾和老人家说 现在的乞丐有职业乞丐 他们比一般人都富有 他看到谁都给 会上当受骗的 但老爷子说 宁可被骗十次 也不放过疑似行善的机会 万一 别人真的是乞丐呢 2007年冬天 我去他家里看望他 老爷子告诉我 他在逛街的时候 看见一个男人 四十多岁 穿着一件破旧的军大衣 在讨钱 说是出门在外 钱包丢了 请人家帮忙给路费回家 或许因为是男人年纪不大 加上看起来健健康康 几乎没有人给他钱 于是老爷子就走上前 去问他家在哪里 大概要多少路费 才能够回家 男人一一告诉他 老爷子就给了他八十块钱 这钱足够他回家了 我听完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这是一种惯用的乞讨伎俩 职业乞丐常常用这种伎俩骗钱 不过当时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 毕竟老爷子做好事 求得使自己心安 我又何必泼他冷水呢 过了一个月 我又去老爷子家里 他看到我就说 我告诉你一件怪事 既然是怪事 我自然是来了兴趣 洗耳恭听 当时老爷子已经年近九十了 但是是一个人住两间平方 内外各一间 他的儿女隔三差五会来看他 老爷子卧室里的床 是那种上下铺的单人床 就是我们在大学里常见的那种床 他睡的是下铺 上铺用来放东西 冬日里 屋子里也是烧炉子的 不过是在外面一间烧 那天晚上 老爷子睡下后 心里莫名其妙的 有种不踏实的感觉 半睡半醒 到了下半夜 他听到外间的屋子 有小洞 于是就起床去外间看 却没发现什么异常 冬天很冷 老人家也不愿意再动了 后面还是不时有声音传来 但他想 既然没看到什么 想必是老鼠 就算不是老鼠 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不怕小偷 也就懒得起来了 他正迷迷糊糊地睡着的时候 外间又传来声音了 这次可不是一般的动静了 而是人的咳嗽声 都这封上了 不起不行了 于是老爷子起床 走到外间的屋子 只见炉子旁边 隐隐约约蹲着一个人 看起来很臃肿 老爷子叫了声 你是干什么的 那人却没有反应 老爷子走进几步 发现那人不是臃肿 而是穿着一件军大衣 等老爷子走到炉子边上了 却发现 哪里有什么人呢 尽管老爷子的胆子再大 遇到这种情况 也是睡不着了 所以 他就坐在外间烤火 等天亮 不一会儿 只听里屋一阵巨响 他进去一看 原来是上铺塌了 东西连着床板 都压到了下铺上 如果此时 老爷子正躺在床上 那后果 不堪设想 老爷子讲完这个事情 长变一声 哎 那个人呢 怕是完了 这还回来救我 就在那天晚上 老爷子还给那个穿军大衣的陌生人 烧了一包纸做的金元宝 牧野偏先改言 牧野想到了 人在囧土里 王宝强把钱给了那个讨钱致病的女人后 徐峰说他 被骗了吧 王宝强的一句台词 让我感触颇深 被骗了好 被骗了说明 没有人生病 这就是真善 一心一意为对方着想 而不在乎自己是不是有损失 老爷子也是这样一位大善之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